第39題,乘上體 純軒必須是多少作用力在器材箱上方向為何 他說乘上體,上體是說 我棒秤秤出來的力量是80公斤重 就表示紫翔往下壓力量是80公斤重 但紫翔本身的重量只有60公斤重 那還有20哪來的? 20就是個箱子作用給他一個20公斤重向下 所以呢,箱子作用給紫翔20公斤重向下 就表示紫翔抬了箱子的是20公斤重向上 可是這個東西的箱子重量有50公斤重 要靠兩個人來抬 一個是紫翔,一個是純軒 他抬的力量是X,不知道 那我們知道他要能夠抬起來合力要是0 所以20加上X要等於50 所以X就會等於30 所以呢,我們就知道 我們純軒所要抬的力量應該是30公斤重 而且方向應該是要往上抬 因為重量是向下的,要抵抗他 所以呢,我們答案要選的是豬 所以第39題問我說 純軒必須吃多少豬用力在器材向上 我們答案選豬 30公斤重,方向向上